强硬一直是俄罗斯的典型特征,面对挑衅俄罗斯总是毫不犹豫的出手,因此也被外界誉为战斗民族。 虽然如今的俄罗斯,早已经没有了前苏联时期的辉煌,但是其强悍和血性,还一直都在。 正如普京所言,俄罗斯不存在了,世界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。 关键时刻,俄总是敢于亮剑和不怕亮剑。 前苏联时刻,面对美军潜艇的侵犯,前苏联直接用潜艇,将其撞出了海面,并且导致美军潜艇最终报废。 面对美军战机的逼近,俄罗斯也是直接战机冲向美军的战机,直接美军战机逼退。 美国海军研究协会USNI美国第六舰队对外宣称,美军的一架P-8A海神飞机,在叙利亚塔尔图斯港,进行自由巡航时,遭遇了俄罗斯苏35战机,连续三次挑衅性攻击。 美军飞行员被迫放弃自由巡航,即转方向撤离。 根据报道,美军方面指责俄罗斯方面过于用强,战机直接撞向美军战机既不专业也极其危险。 根据报道,美军飞行员面对直接撞上来的俄罗斯战机十分的惊慌,被迫放弃既定飞行路线,终止了相关活动。 指出,俄国防部对外宣告称,当时,美军P-8A海上侦察和反潜巡逻机,无视俄S-400防空导弹系统的多次警告,直接飞向塔尔图斯军港,也是俄罗斯唯一地海外海军基地,俄被迫作出反应。 根据报道,俄罗斯方面指出,俄拒绝美军在自己的军事基地周围自由巡航,这是俄罗斯的权利。 俄罗斯苏35战,直接撞向美军战机,也是在俄警告无效后采取的应急反应。 就是俄罗斯强硬态度的展现,这样的处理完全是捍卫自身利益的需要。 俄罗斯方面指出,美军的指责毫无道理,完全是美军故意挑适才造成对峙与混乱。 根据报道,由于苏35直接冲向了美军P-8A,混乱的气流差点,导致P-8A坠毁。 所以美军方面反应十分激烈,美方指责俄罗斯过分用强。 在美军自由巡航的问题上反应过度,增加了双方发生冲突的风险。 根据报道,美军方指出,俄罗斯战机直接撞向美军战机的行动,明显给美军飞行员制造了恐慌。 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危险做法。 专家指出,俄罗斯拒绝美军自由巡航,采用战机直接撞向敌机的强硬举措,也是一种展现态度的实际举措。 美自由巡航挑衅,俄警告无效,大国战机竟直冲过去。 逼退美军战机,欢迎讨论交流。